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源自于查普曼艳索物丑陋的奥斯丁7型而进行改装 创造出莲花一型的车款 如同现今出入门的改车 该车款仅做外观上的改变 当时的柯林查普曼为了对自己的车辆进行行销 参加业余赛车而成名 这为莲花汽车后来的经营方向 打下了只研发缝合车厂 不研发整车架构的基础 查普曼陆续制作了二型至六型 除了掌握当代设计潮流外 亦在当时材料科学的限制下 进一步高度地轻量化 使得莲花跑车的赛事 经营成绩蒸蒸日上 同时查普曼在女友海尔的资金帮助下 成立了莲花机械工程公司 听名字就可以知道查普曼并不只是小造车 而仅仅是在进行机械工程 恰巧是汽车罢了 查普曼头一栽下去就上不来了 在莲花跑车及汽车迷的追讨下 查普曼开始进军F1赛车 仅仅在成立五年后 便击败了不可一世的法拉利取得车队冠军 跌破众多汽车专家的眼镜 在三年后的F2赛事也取得世界冠军头衔 这些经历使得查普曼不再仅以机械工程自居 一举将公司改名为莲花汽车 自此莲花汽车才正式诞生 然而因艺人而成就的事业 终于艺人的离去而破败 查普曼越是将公司经营得有声有色 对于他的公司潜在风险就越高 同时查普曼身体每况愈下 仍然尽力为莲花汽车留下了引擎 与车轮配置的设计后 最后敌不过突发心脏病而离世 当莲花汽车失去了他们最仰仗的自产后 顿时群龙无首 整个车厂上下找不出第二个查普曼而陷入困境 五年内多次一逐 最终落到鼎鼎大名的通用汽车手下 实际上已经改变了莲花汽车的经营模式 他脱离了查普曼只研发缝合车厂 不研发整车架构的核心理念 转而开始研发整车架构 使得莲花跑车很长一段时间都无人问问 最终被卖给著名的超级跑车品牌布加迪 从查普曼时代法拉利的劲敌 后查普曼时代苏巴鲁的对手持续了整整40年 虽然中间推出了Lotus Elise Lotus XIH Lotus C4Raw颇有中心之势 但常常被击为换皮的Toyota 王冠Toyota的豪华品牌的分身 直到2020年世界因为特斯拉电动车 刮起了电动汽车的风潮 莲花汽车顺势推出了 具有化时代意义的厄外雅 重量虽然是车厂历史之最 但整整比另一纯电超跑旅梅可 Sit轻了300公斤 使得莲花汽车再度进入大众的视野 而被视作超级跑车的一员 莲花汽车公司的心路历程 让受尽生活磨难的人们动息 留在牌桌上才能笑到最后的治理名言 他仰仗创办人科林查普曼的创造力与工程能力 成为超跑俱乐部的一员 却从不规划没了查普曼的莲花汽车 应该走向何方 致使查普曼突发心脏病趋势后 便陷入经营困境 但莲花汽车公司忍辱负重 抛弃耗时费力的引擎研发 缩减公司开支 使得他在电动车时代 可以再次崭露头角 在电动车的弯道上 当法拉利 蓝宝坚尼与保时街等 一众燃油超级跑车品牌 拿不出像样的电动超级跑车时 以厄拜尔亚电动跑车 再次吸引车迷的注意 更是推出电动修旅车款 Lotus Eletri Lotus修旅车款 以Hyper SUV分类 展现出超越Super SUV 蓝宝坚尼乌鲁斯的企图 莲花汽车在F一赛事实 进行的技术创新和研发 改善车辆设计 引入新的工程技术 和材料 以确保车辆在赛道上 保持领先地位 这些都是回归创办人 克林查普曼的核心思想 增加马力 让你直线赛道更快 减少重量 则能让你在任何地方更快 如果你喜欢今天的影片 记得按赞订阅并分享 谢谢您的收看 我们下次见